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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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万圣节是慢慢接近了 大家都知道啦 魔玩每一年都会特别来庆祝这个万圣节 不过今年也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啦 因为工作真的是太过于忙碌了 以往的话呢都会特别布置这个场景 但魔玩今年真的是没有时间 但是在主题的部分啦 魔玩这边还是有特别挑选几个 比较恐怖类型一点点的题材啦 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支PVC呢 其实还算是蛮巧合的 也是在上个礼拜顺利收到 主题的部分 其实有发落魔玩比较久的朋友啦 大概在两年前呢 可能多多少少就已经有先看过 没有错 又是我们的绝命益次元 在2021年的9月份左右啦 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恐怖企划 当时啦是特别拿了一支魔玩早期的收藏啦 由寿武所推出的我们男主角 Izak的雕像 那一支的造型还是属于三代的 那他每一代的盔甲呢 其实设计都是不太一样 魔玩这边呢 另外是还有在收到二代的造型啦 也是由我们NECA NECA所推出的这种可动人形的系列 不过呢 不管是由寿武推出的 还是由NECA所推出的 这两家呢 其实都是已经绝版的 NECA系列就算是在国外的网站 以二手品的方式推出 成交价大概也都落在2000到3000块 更不用说寿武的那支雕像系列 几年前魔玩曾经有看到成交价 也是落在9000到1万块 毕竟都是绝版品啦 所以价格才会变得如此高啊 那怎么样也没想到 我们的帕帕 竟然是又在推出了这个绝命一次元的系列 而且造型上面呢 还是选择我们一代的最经典的造型 最经典的款式 会特别选择推出这一支 其实不是没有原因啦 我们的绝命一次元呢 在今年也是正式推出了重制版本 平台部分是没有到PS4的啦 那PS5魔玩是还没有入手的 所以也就还没有机会可以游玩到 不过除了画质的提升之外 这次有特别强调 怪物的登场也都是以随机的方式出现 恐怖游戏来说 也就会增加这种不稳定的因素 魔玩个人还是很期待的 既然没有办法先玩到游戏啦 但公仔这边呢 还是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爸的系列啦 外盒的设计 一贯的风格 都是采用这种全透明式的包装 里面的东西呢 我们也就直接开箱啦 再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880系列 零件都不会到太多 除了本体之外 再来最主要的武器啦 魔玩记得是一把工业用的钉枪 最后啦 也就是在地台的部分 地台的设计 哎不得不说啦 还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啪啪系列毕竟还是要省成本啦 所以地台这边也就不会做到太多的刻画 服装的部分 在面向 哎对 这一次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面向可言啦 毕竟我们的主角啦 魔玩记得也是只有在几个片段有稍微露脸一下 大部分在游戏当中的画面都是有带着一个基本的头盔 整体的这种服装设计呢 其实这次的涂装还算是蛮不错的 基本的阴影质感之外 都还是有做到这种旧化的效果 包含这种金属的质感 以及呢 服装上面剥掉质感呢 都是有做不同层次的搭配 细节上面来说呢 其实保留都还算是蛮还原的 一直到腿部的盔甲啦 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边的金属材质涂装呢 都还算是蛮漂亮的 稍微可惜的地方是在武器的这个部分 魔玩记得它的头呢 应该是可以来进行90度的转变 可是也因为成本开模的关系啦 所以这边就是以不可动的方式来进行设计 小小的细节 这边也就没有制作出来 魔玩觉得是稍稍可惜一些 不过在整体服装上面的还原度来说呢 其实已经算是蛮高了 这边也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 主角的服装其实会随着等级的提升 来去做不同的改变 从最初始持有布料的服装 一直到后期型的最终形态呢 应该是这个全装甲的式样 官方在设计这个盔甲 其实都还算是蛮讲究的 那以这次好微笑所推出的这个版本呢 魔玩稍微看了一下 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第三阶段的形态 大腿两侧这边是没有盔甲的 所以啦 还不算是一个全装甲的式样 制作来说其实也算是蛮精细的 其实好微笑之后 会不会再推出其他版本的服装 魔玩觉得机会渺茫啦 毕竟绝命一次元是以重制版的方式推出啦 而不是推出新作 也就会再一次推出最初始版本的服装 魔玩个人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开心啦 那在这边的话啦 魔玩也就不再多说 直接拍摄一些细节的部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接近画面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老实说魔玩没有想到这次的啪啪的做工会这么样的精致 衣服的涂装不多说 连着这种金属的盔甲呢 都是有做到基本的喷涂 最后再搭上这个旧化的效果 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逼真啦 这次的做工来说是真的很好 魔玩唯一想得到也是好微笑最大的致命缺点 应该还是在于肌肤的这个质感涂装 仔细一看的话大家应该是有发现啦 这一侧的主角呢是以全包复式的方式来呈现 是完全不需要做到这种肌肤的阴影质感涂装啦 所以呢呈现出来的效果才会这么样的好 当然还是希望他们家啦 后续是可以再加强这种肌肤的处理 整个质感提升 以八九百块的价位来说呢 真的算是CP值很高的一个系列 那未来的话啦 魔玩这边又有在入手其他的公仔呢 一样也会在拍摄这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影片也就先到这边啰 我是魔玩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